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2点46分 跌155点 沙尾盘 收到最低点 OTC指数 也是沙尾盘 OTC跌了0.79% 跌了0.89% OTC也是沙尾盘 这行情很清楚 这行情很清楚跌 昨天涨267点 量缩 剩下4600多亿 上涨缩量 代表追加意愿不强 所以教过你们 跌怕出量 跌出量代表卖压出来 那涨要有量 这样动能才够 涨如果缩量 那行情供不出去 就像之前 你记不记得当时在供18000那一次 有没有这一次 那这一天 这一天大涨188点 创历史新高 1800032点 当天量缩到4000多亿 我当天又讲了 这一天 创新高量反而缩下来 这一天 果然隔天就直接开低 收盘跌138点 那昨天情况也是一样 上涨267点 量又缩下来 只有4700亿 所以量缩都 在上涨过程中 量缩都不是好事 那今天行情其实很清楚啊 我们先看一下美盘的部分 昨天美国股市道琼涨153 在历史高点 纳斯达克昨天涨0.1% 费车半导体涨1.8% 到昨天收盘为止 表现都还不错 美国的半导体股 AMD 涨了5.1% 高通涨了6% 美光涨了2% 昨天美国的IC股 表现都还不错 那加上又有台北股市 在美国挂牌的ADR 联电涨7.6% 热光涨6.3% 这对于半导体指数也有贡献 那照理讲 美国的半导体股强势 对台北股市的多头是有利的嘛 对不对 就好像礼拜三 美国的半导体指数涨了1.8% 那我们昨天IC股一动之后 昨天大盘就涨了267点 那一样 为什么今天反而是跌了 因为今天亚马逊 在盘后发布财报利空 亚马逊就大跌7%了 所以亚马逊大跌7%的同时 纳斯达克 盘后交易 电子盘大跌204点 跌了1.35% 那同时 道琼也跌了160点 那你如果注意到 亚洲股市的开盘就清楚了嘛 在我们还没开盘的时候 南韩已经 我们9点开嘛 当时南韩就已经跌了0.7%了 那日本跌更多 日本跌更多 日本在我们开盘的时候 日本就已经跌了300多点了 所以南韩跌0.7% 日本跌300多点 我们还开平盘啊 你就要有警觉性啊 今天香港也一度又跌了600多点 最多拨600几点 这台北股市尾盘撒下去 都是预期中的事 都是预期中的事 尤其行与股间很弱 这个行情 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 7月30号 那总结这个月的行情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我在第二周的时候就提醒你了 7月份只有400几点 没有办法达到 今年每个月1000点的幅度 所以下半月距离会拉开 达1000点以上 管我讲完之后 后边这两周台北股市 一路的往下走 那幅度拉开到1100点 拉开到1100点 在礼拜三出这根底部冲天炮 暂时加上指标在低档 所以暂时指数会守住 可是指数守住上不去啊 所以会反复的打底 会反复的打底 所以这行情大盘还会反复打底 在反复打底过程当中 比较危险是什么 比较危险是OTC的部分 因为加群指数跌 已经回了个1100点了 OTC才跌第二天而已 OTC才跌两天而已 那昨天反弹之后 今天OTC又跌了0.8% 翌日OTC指数可能会再加速补跌 所以下礼拜OTC指数加速补跌的时候 小型高档的电子股 听到没有 小型高档的电子股 起很高 一两天 一三又翻拌起来 听到股票 后一星期要注意 会再补跌 这要小心注意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成交量 5374亿 比昨天多了600亿出来 电子股 49% 运输股 公铁股 35% 所以当冲大本营 还是在运输股身上 钢铁股 4.6% 钢铁股已经在退烧了 所以最近就很少跟大家谈钢铁股 因为钢铁股量 已经开始慢慢在退烧了 所以没什么好谈的 当冲大本营还是在运股身上 航铁股间长龙又是几乎跌停板 杨明又是跌停板 万海也是跌停板 我昨天有没有提醒你 礼拜二我提醒你 航运股要下跌结束了 叫你不好好看啊 准备可以低接了 果然礼拜三 航运股三跌开始一路走高 礼拜四三级股票 长龙阳明万海转播掌停板 我昨天会提醒你了 不要这样去 这个地方只是跌生的反弹 礼拜要记得 拉高你会想买 我早就在拿钱了 昨天会已经提醒你了 果然今天 长龙 我今天通知会员 VIP会员跟自尊会员 有长龙的 148到150都先卖出 今天最高150.5 礼拜三有跟着买进的 今天趁拉上来卖掉 这样两天六下跌20% 礼拜三买 礼拜四上停 今天开高卖 还有20% 卖完之后又跌停 阳明也是跌停 万海今天也是跌停 因为万海单价比较高 所以操作上重点在长龙跟阳明 尤其是长龙 因为阳明在关紧闭 比较不好动作 那长龙今天跌停 你有走吗 我今天早上的节目录的时候 还在平盘 我的标题已经告诉你了 爱照啊 爱照啊 果然尾盘杀下去 好 这里要直接上去不容易 要再回到200以上更难 可是已经跌了个50%之后 要反复打底 指标在低档要反复打底 打底完之后 会有一波上来到170的 可是没那么快 打完底之后 会有一波上来170的 所以长龙你可以来回 做差价 我今天卖掉之后 下星期拉 我会再缺 不要急 不要急 你要做长龙阳明 短线差价操作的 你跟着我一起做 这个成交量 今天长龙的成交量 77万张 1105亿 占了大盘20%的成交量 70%都在当充 那这种行情 你如果不会做的 那怎么都输 怎么买怎么赔 怎么买怎么赔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做到那么短 你看你拜三月 拜是长庭 你怕你没得到 就20% 这次航空股在最高点的时候 我视线已经提醒你了 不想再多说 每天讲相同的话 没意义 你每天有看节目 你就知道 当大家全面一片乐观的时候 只有铃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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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我拜你就说了嘛 要止跌咯 不要再抬了 果然礼拜三创低 拉高 礼拜四涨停 昨天也提醒你 拜五开管子快走 会反复打底啦 会反复打底 想要做的你跟着我脚步一起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还好什么 还好有联电 有日月光 有这两斤的 维持整个市场的人气 不然今天恐怕会跌更多 昨天在地大的部分 联电日月光分别涨6% 7% 因为财报发布很强 那外资在操作联电 看外资这种做法也是摇摇头啊 你看礼拜二大卖联电7万张 下午财报发布完之后 礼拜三大卖7万张 下午财报发布完之后 昨天上涨 马上又买回17万张 哇 这都做就对了啦 那你不要看他今天大卖17万张 联电根本冲出去 很多人看到联电AD大涨 然后今天大家也在抢联电 一度要涨停板 成交量68万张 供得出去吗 但我也不是神 对不对 以目前的现行来看 确实对于联电的多头是很有利的 问题是台积电太弱 台积电太弱了 台积电才是 IC晶圆代工的大龙头股嘛 对不对 大龙头股不涨 那你二线的 要独自冲出去 不容易啊 对 世界先进 你看 一样晶圆代工的 这也没上当啊 虽然有去 没想到联电像你弄 但它单价也比较贵 也比较高 所以当台积电冲不出去的时候 联电你不要过度追高 很容易会被带回来 日月光也是啊 这个应该都是跟联电同步性的走势 那当然日月光半年报发布出来很强 今年美股获利 日月光有机会挑战到 一个股本 北比12倍不贵 所以联电相对比较走势比较稳 所以跟大家讲过嘛 台积电北比快30倍了 日月光北比才10倍而已 所以日月光相对比较稳 而且外资比较舍不得卖 可是当台积电不攻的时候 日月光要独自冲也拍冲 所以你的操作都尽量短线就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他电子股的部分 你看涨高的电子股 对 星星今天又大跌了 星星今天 所以昨天连家军很强 我就特别点名 星星起太高 别去堆 那今天连家军里面 联发科 还是冲不出去 我觉得是不是特别 跟大家讲联发科 我说联发科 今年没股获利 应该有7个股本的实力 去年26块钱 今年至少有7个股本的实力 那今年如果赚7个股本 那股价不会是900啊 现在外资已经有喊到1,700了 1,700了 那我个人觉得1,700其实 对他来说 你看看 今年26块 穿了1,000块去嘛 冲到1,100嘛 那今年如果70块钱的话 股价不会900多 问题 现在还不是动的机会嘛 我连续两天跟大家讲 台积电联发科 这种股票要叮当 基手你要有空间嘛 指数如果没有空间 这种股票动不了 那只能怎么样 只能把利多继续压抑住 就像皮球一样嘛 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压到最后你手放开 它那冲出去就很快 那目前联发科的利多 就一直在压抑 那既然在压抑 不要急嘛 对 900多块的股票 一张要那整百万的啊 对不对 我也没出手啊 我也在等啊 联发科如果买点到 我一定会买 联发科如果买点到 我一定会买 这档个股也是未来 将会是很重要的一支股票 那联发科不涨 联勇 就差次南非了嘛 是不是 所以联勇我礼拜三 买进 礼拜三联勇最低 三百八的几块 应该是387 哦 485 485 485我们VIP会员下去买 有的买490的 491的 492 495都有 那今天一开盘之后 通知他们 520之上卖掉 最高524 我们520卖掉 收盘在511 那为什么要卖 你看 因为联发科攻不出去嘛 联发科攻不出去 联勇独自要攻 就不容易嘛 联勇支持股票也很重要 没有 因为最近我看面板 驱动IC在发布财报 细创 我们来看细创 我们来看细创 细创半年报发布出来 竟然高达 细创的半年报 竟然高达快20个 高达快20块钱啊 细创的半年报 你看第一季6.5 去年11块 它半年报19块钱啊 3545 敦泰 古年3块到 半年报15块 所以联勇这支股票你还要注意 你看8016的细创 半年报营收才95亿 敦泰才101亿 联勇是600亿啊 全球最大的面板驱动IC供应商 你那些二线的 不管什么细创啦 或者是敦泰啦 天域的嘎嘎起来 抵不上一家联勇 可能只有联勇的一半而已 所以联勇第一季9.6 恐怕第二季的半年报 不是20块 搞不好25块钱甚至于更多 那今年联勇我原本估40 恐怕也不止 搞不好会50块钱以上 搞不好啦 因为数据没发布我们不知道嘛 我们只能去预估嘛 预估联勇今年至少可能50块钱以上 那如果50的话 去年19 今年50 这个股价不会是500块 不会是500块 六个月一收历史新高 这个利多也是一直被压抑住 一直被压抑住 那这种股票你要动 基手要有空间嘛 指数没有空间 联发科不会动 联勇不会动 它就只能利多一直被压抑住 那就来回做差价嘛 来回差价做一做 等到多头开始动的时候 那一波出去 也是会很可观的喔 所以面板驱动IC的联勇 这支特别要注意 跟联发科 这两支我们是一定会 全程一定都会做的 那暂时先以区间差价 来回来操作 金融股都不太多说了啦 每天都在讲你就区间 区间的目标架构 我前两天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区间来回做 润泰拳 后来一周要除息啊 下礼拜要除息了 润泰拳也不错 你有的话就跟他参加除息 今天电子股很多下半场 都还跌蛮多的 下半场都还跌蛮多的 所以说 小型的IC股 刚跌一根 反弹 下礼拜 很有可能会再补跌喔 要注意 所以管的点足够 尤其是小型的 下礼拜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那友达群创 财经 外资每天一天大买一天大卖 一天买一天卖 跟散户一样做得好短啊 都是五万兆六万兆 每天短线强来强去 所以看就好了 不用去动 因为动也没有用 你脚手没那么快嘛 没有趋势的行情 你就不要急的去 就不用去跟他货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来买 南地跟深风 纯五天剩最后五天 大盘跌这一千跌 他完全不跌 代表股价真的是很低了 那整理的时间还没到 剩下最后五天 五天过后 南地深风应该会有一个 攻击发起的机会 所以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你可以慢慢挑 不用随着市场起舞 在那边追强势股 对共生股 哪有什么本书 对不对 看着共堵下去 哪有什么本书 你要找那种 没起的 买完后后大起的 那才是本事嘛 对不对 因为你能够看到未来的市场 你能够看到未来的世界 在行情没动先卡位布局 后面走出来完全如你的预告 这才叫你能力的提升嘛 你看喔 富邦金四十块就说八十了 华硕不怕死 我说四百 对 但我不是说我很厉害怎么样 我是告诉你 在股票市场上你要走长久 你要去训练你自己 这样的一个预估能力 自己那样的分析能力 从基本面 产业面的未来 加上公司的营运 在行情没动之前 你就要看到未来 他的投资报酬会有多少 那这样你才有办法 底部买 赚大钱一档一档 长期一直跟营下去嘛 否则每天只是看强势股 所以在市场跑 那个不用训练什么嘛 就看到强你就买就对了嘛 是不是 那就没意义了嘛 市场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啊 看着蚊子就开心 看着大气就堆 那往往一追就追在高点 一追就踏在上面 林儿院不做这种事啊 坦白说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 那经过慢慢的修炼 经过慢慢的修炼 因为你要带会员赚钱 你要知道会员要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会员的情况 很多投资人都是有工作有事业的 他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盯着盘 在那边冲枪事骨 所以你要一步一脚印 让你要在上班的人 能够稳稳的进场投资 然后稳稳的抱着股票 一段时间三十八五十八卧掉 再找下一只股票 你看星象今天我去掉了 对不对 前面一波 我说在这里很多人说 一直在骂 拦股票澳股票不可以去 澳边先去一波 让你买了 我们不是主力嘛 你不可能一买就涨嘛 可是你看到它的价值之后 在它便宜的时候 你买来报 九百市卖掉 买八百一又买 大盘跌一千点它就开始动了 这又去啦 法售会说完之后 已经有法能喊到八十块九十块了 EPS 我是觉得有点 估过头 可是七十块钱应该是 比较能够达标的 那如果就算七十块钱股价八百多 也是便宜嘛 对不对 所以星象 你还无法折的 所以大盘归大盘 个股归个股 大盘下个礼拜会反复打底 OTC持住会有补跌的情况 那高档的小型电子股会补跌 底部的GEO股财报后会上来 韩股的部分会在落底 反复打底 我的公行经营公号跟情统啊 你如果还不会做就来找我 我们一起来做 我都事先跟大家预告了 都事先讲了 华硕下礼拜一 要除息 那今天公司开股东会 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下公司的报告 还蛮乐观的 公司看好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更好 那明年会有更高的一个获利目标 所以公司的看法很正面啊 华硕除息之后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机会 今天下半场一沙盘之后 你看这涨高的电子股一档一档都跌蛮快的 好你把他注意啊 国际是不是越走越低 所以外资在600多喊到800喊到900 我就跟你讲不要堆不要买 你看现在已经剩下560了 还会更低 还会更低 等到买点到的时候 我就会进场 照我没进场之前 那就三五照嘛 有时候耐心等待 是一种修养 你要去修炼自己 有办法耐心等 你看中华汽车 我前两天跟大家谈中华汽车 有没有 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谈中华汽车 现在买起来 这今年一口 有机会躺到八户一胸 半年报就会有四块半以上 全年会有八块钱 每股净值七十八块钱 这种股票是最稳的 是不是最稳的股票 对 4123 成德也是啊 对 大盘跌一千点 他反而不跌 开始慢慢涨 已经打了十个月的底了 已经十个月会跌了 但半年报实际数据 多少我不知道 那我估计应该会有八块钱 如果半年报发不出来 真的是八块钱以上的话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那你等到你看到数据的维护啊 是不是 你要事先就先预估好 先坐上车等他嘛 你看西晶圆的部分 我是不是提醒你 西晶圆要注意啊 日本的西晶圆大厂 已经来到低点了 台湾西晶圆大厂 都还在高点 是不是一支一支开始下来啊 我不会看好说好看跌说跌啦 我会把我自己看到的种种迹象 来提供给你 这样你看我节目才会有帮助嘛 是不是 泰伯今天也是逆事上来了 这量还没够在的 慢慢的走 这拨拨拨拨掉去 又是量没够 财报发布之后应该会有冲的机会 现在少一个点火的动作 那大股东大老板自己在买进公司的持股 小型高档的电子股小心哦 下礼拜提防补叠的动作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重点还是在个股的表现 财报期间都是这样的情况 买底部不追高 尤其公司赚大钱的本一笔低的 那欢迎加入我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们负战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